今天来看一片华硕的显卡 这是一张华硕的GTX10603G显卡 说是被雷给打坏的 仔细看一下显卡的背面没有看到明显的损坏 先接上电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开机显卡的风扇是可以撞的 主板也跑了亮机带嘛 但是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屏幕点不亮 先把这个HDMI线插到主板的极限接口 看一下能不能点亮 插到极限的位置上面呢 是可以点亮显示器的 设备管理器里面 看一下有没有识别到独立显卡 是没有的 只有一个极限没有识别到独显 所以这张卡的故障呢 就是Blown核心了 既然是被雷劈坏的 那供电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先把显卡拆开 拆开显卡之后呢 先简单看一下这张显卡 外观上面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问题 显卡的核心供电这几个MOS光也没有炸 保险测了一下也都是通的 确实没看到什么问题啊 那还是上机先测一下吧 显卡跟主板一样 上电也有相应的顺序 开机之后先来测一下核心 是冰冰凉核心没有发烫 按照显卡的供电顺序呢 它第一个出来的应该是这个5V的电压 是在PCB版的这个位置 5V已经正常 这个5V是12V转换过来的 5V也OK了 5V之后呢 是一个1.8V的电压 是这个电杆 这个1.8V也正常产生了 1.8V是OK的 接下来呢 就轮到核心供电 核心供电是没有电压的 是0.00V 这个显卡的核心供电呢 是由这个芯片控制的 测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首先是它的开启信号 有了开启信号 供电也都正常 那没有产生核心供电 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呢 是都正常了 但是它没有产生核心供电 那这个芯片损坏的概率就比较大 很有可能是它坏了 直接把它换掉 换上一颗同型号的控制芯片 OK换好了 把多余的焊油给清理干净 换完芯片 再来上机测试一下 开机之后 测一下这个显卡的核心供电 它已经是有0.7V的电压产生了 核心供电已经工作正常 包括显卡的一些其他供电 显存供电 衣服供电都正常 此时呢 这个显卡已经能点亮屏幕了 没有散热器 赶紧给它装上散热器来测试一下这张显卡 可以正常识别到 也能正常的装上驱动 这张显卡的核心供电